李显阳夫妇涉嫌就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的遗嘱 在司法程序中提供虚假证据 警方已经展开调查 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表示 李显阳和林学芬原本同意出席警方的约谈 但最后改变主意 警方已经建议他们重新考虑参与调查 不过他们在离开新加坡之后就一直旅居国外 领导部长及委员会探讨如何处置故居的张志贤 在书面答复蔡挫岗集选区议员周凯年提问时指出 电子书李光耀最后遗嘱之争的内容不可信 作者完全无视法庭对案件进行客观和彻底审查之后 确定的事实和调查结果 三思特别庭和纪律审裁庭在2020年裁定 李显阳夫妇误导李先生签署遗嘱并撒谎 张志贤表示 如果李显阳夫妇坚持他们是无辜的 参与调查将让他们有机会为自己辩护 证明他们是清白的 警方已告知他们将采取必要步骤 在他们缺席的情况下完成调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